各位好 其實還有一點感動 為什麼呢 剛才在那邊示範講課的石頭法師 是我第一個戰課老師 結果主辦單位竟然他們也不知道 他們就把我跟他排在同組 剛才看他課當假課的時候 我也真是在聽 因為應該是三十多年來 我在三多年前 第一個跟他學 第一個學戰課就是石頭法師 現在我三十多年來沒有聽過他上課 今天就重溫舊夢想 剛才他課當的感覺有沒有如何感覺 他叫我用心 意思是說不要用看的 但是我一定聽得到 聽會傳到心 他課當的時候 我印象很深的 他課當的時候 那時候他年輕 他課當他還有一點俏皮 或者有一點少年那個 些許的狂妄的感覺 我覺得他課章 鋼腔有力 所以後來有很多女孩子說 老師這個課章 還要用刀子 用這個 我說不要緊張 我第一個老師是女生的 我都用這個不一樣的 我的第一個老師 哇 他課得多霸氣啊 但是剛才我聽他課章的聲音 我閉著眼聽一下 很澎湃 你有沒有感覺 所以課章是很 這個 是會感動人的 但是我課章 我也覺得課章聲音 我只去靈驚的話 聲音是非常非常有聲音 那不想說我的聲音還做不出來 我每次課章 你要知道在隔壁我 他也竟然聽得到我課章聲音 但他竟然說 你又在挖石頭 他警戒一下就被漏掉了 但實際上有很多人 我不太相信 但我課章的應該都知道 我們這邊有很多同好 我常講 書法鑽科這個天地 只在這個定人 神娃 所以我這三十幾年來玩書法鑽科 對 玩書法鑽科 我常這樣形容 書法還暢幻 然後當宣子 很暢幻的寫 他可能表現一種 中國文字的比情 末韻 對 但是鑽科呢 我說書法很暢幻 鑽科是什麼 很痛快 有沒有感覺 很痛快 他表現的是 我們的文字經由刀科 表現出來的一種刀位 所以兩個雖然是所謂的姊妹 胡麻麻相跟姊妹一樣 但實際上我說起來 因為實際上差很多 所以我常講 你不要只做書法 不科章 太可惜了 太妙了 那科章的人當然也要寫書 所以我今天來這邊 認真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因緣就是剛才石德師傅 石德師傅因為他不宜在俗世中久留 所以他先離開 反而我現在講話還順一點 腳踏著坐在這邊 我還煩了 我剛才在想說石德師傅再被我講話 就不太順了 這是我第一個因緣 第二個因緣其實也就是誰了 第二個因緣其實是純鋒雅士 他可能也不記得 他是在比我認識朱修老師之前 跟他學專科之前 更早的兩年前 大概兩年之前 我大四的時候 自我介紹一下我是師大物理系的 那人家說物理看了嗎 那個物理系畢業的 我那時候大四的時候就開始比較閒了 可以開始玩鑽合 玩這個社團 所以我三年級大三下學期 開始又到藝術天地來悠遊 功課比較空閒 結果到大四的時候 我到十大書法社裡面的鑽科組 因為鑽科還沒有成為一個社團 鑽科組裡面是菜雄祥老師在教 但是我沒有過去 我只是在旁邊看一下 後來我就想柯章 柯章以後人家說 你就到那個什麼地水街很近的 那個村上去老師 你想想說我那時候才大四 跟他也不認識 我說老師有沒有什麼書 聽說有什麼印證小集 什麼一本五十塊 四十塊錢那個 你要說你這可以買到我可以買 結果那個瓶純雅士跟蟲苗的話 對我們這一群 這兩三個年級小的 非常非常非常照顧 非常陰切地告訴我們這書怎樣 有些書就五十塊錢 有些書根本就用我們送的 這是第二個因緣 第三因緣 當然說就是大家 這個眼前我們很多很不認識 或者甚至有些認識 但是因為你戴著口罩 這個我就有說不太認等 就抱歉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因緣 那個因為從雅師發起 我們把這個書法鑽科 那個哀號者鄰居在這裡 很不容易的 抱歉 我講到比較不順一點 因為我們在台中 我基本上百分之七十元都在工作室 所以沒有戴口罩的奇怪 所以我戴口罩讓我呼吸有點急促 本來不是這樣 好 今天我們也進入主題 我們講這個夾紋的印章 又怎麼我開始這個研究夾紋 主要原因也是鑽課 所以人家常跟我講 你做了很多創作 其實我都是從鑽課 因為我說過 那個朱秀英老師 他很名叫朱秀英朱老師 我跟他學鑽課的時候 就開始了 開始我的鑽課的這個生活 後來科一陣子人家說 就是你的鑽課要進步 要進步 那個書法功力不行的話 到瓶頸會突破破 所以我是因為鑽課去學書法 然後等於又學幾年之後 又有人說 你這個印章的內容 要這個小小的印章對不對 裡面要有深刻的東西 要有內涵性要高的東西 你的文字數兩樣好 因為我剛才說我是物理學人 是這個就外 對不對 所以我就想說文字學要好 所以我就開始去讀 買了一本文字學的初階本 就開始讀 他讀完之後覺得也蠻有趣的 文字學沒有人長相中的這個枯燥 我就覺得蠻有趣的 雖然看不太懂 我覺得蠻有趣的 假如萬一我一開始就看得懂 可怕就不去了 對不對 你想看一本書全部看得懂 什麼意思 就是有看不懂才過癮 對不對 這個根本讀我們物理學很像 物理學就要物理看話 所以這邊尤其在座的姑娘 我肯聽到物理有的會有點胖 對不對 沒有關係 我就物理看話 我說 我就說文字學我要加強 所以我就開始去研究 但是我們想看我們的傳科裡面 有所謂的書法 有筆法 有章法 對不對 還有一個字法 就是說你在小小的方式之間 你不是就像剛才師傅說 你就只有一個像 要刻刻一直刻 刻到就變工匠 對不對 你要說 你去研究什麼 好歹我們在從事初階的鑽科藝術 我最起碼要有這個感覺 你要說 研究什麼 你變人家講 表示你研究東西有沒有內涵給人家 這要生死 這個部分 我覺得刀法是可以隨著年紀 技術性的東西是比較容易達到的 章法慢慢的經過 一年兩年三年也是經驗 可以慢慢達到 章法是要經驗的 你們覺得有時候怎麼排好看 那也要經驗 但是這個我講的內涵論 這我覺得不容易 從我們現在所學的用字來說的話 你像漢印 一直全說全說全都到 漢印再過來就是藏國運 再過來西州的經文 對不對 好我們用的都是這些字 所以我怎麼用這些字 你要了解這些字的特性 這一字其實說起來 它的優點就是非常豐富 它的缺點也就是非常豐富 因為它太豐富了 太龐雜了 實際上這就是因為它形成 我們書法鑽科藝術 最重要的資產 但你怎麼去認識這些文字 而怎麼很貼切把他抬進去 我們都在做這個工作 但是我一直發現說 在書法鑽科這個天地 為什麼大家做書法也好 做鑽科也好 都一直在漢印 然後漢國印 經文印章小傳 對不對 我應該講這個漢印 這塊小傳我往前塑 然後漢國時期的 西州的經印 對 還有一個我另外一個老師 黃靖妮老師 他專門用的是商朝經文錄印 欸 商朝經文錄印 欸 怎麼停了 為什麼停了 你說為什麼我說這句話 明明在商朝經文的同時期 或者越早一點 不是一個甲骨文嗎 但是我發現那時候 甲骨文這個去研究創作的人 怎麼很少 大部分都停在這個商朝 周朝的經文 就停了 所以這給我一個很特別的想法 說我是不是應該在這裡再研究一下 擴充一下我的鑽科內容 你看我還是以鑽科為主 那時候我想的都是以鑽科 我希望鑽科我的 說這樣 說白眼鏡 武器多一招 我假如多一招的甲骨文的話 我不是可以再擴充它的內涵 對 我那時候就開始 就在二十幾年前 我就開始研究 所以我研究的甲骨文是這樣的 其實我主要是為了做我的鑽科的創作 當然後來在我台中 肖思雄老師給我鼓勵 是要說你既然想要用甲骨做硬 或者研究嘛 你也舒緩 能不能也用 這些老師都很科系 他們曾經研醒我的 我問他們都一概不承認 非常謙虛 就像陳文老師說 你過去我這個小黃頭的時候 你很照顧我 我去拿什麼 他都說有嗎 我跟蕭思雄老師講 他也說有嗎 他就講過一句話 你把甲骨文的刀法 刀印 你用書法的味道去創作 誒 他講得對啊 我把這個甲骨是刻的 我們一直要展現他刻的味道 但是刻的部分 戰略部分來說的話 他們是刻在這個 龜負甲上面 我們有大的 在浴室本也要大概這麼大 實際上這個龜的大概有八斬大 最大最大大概有四十公分 南方進負的龜 大概其實基本上這塊 龜的負甲 這個上面是貝甲 他中間有個連在一起的 叫甲橋 橋梁的橋 所以他做的時候 他刻寫在這塊負甲上面 然後從旁邊刻開 甲橋刻 刻開 誒 他說刻的部分 我們腳講刻 又有兩個要思考 骨所有的甲骨是刻在龜負甲上 或瘦骨上 經過處理的龜負甲跟瘦骨 稍龜有變得Q一點 對不對 所以他刻起來有刀位 他刀位是什麼 簡單一句話說 宵盡品質 為什麼宵盡品質 因為他不會崩 所以他跑出來刀位 所以刀子鋒利 所以他跑出來的刀位是什麼 拳頭細 中間稍微肥 尾巴又細 標準的 甲骨的刀位 對吧 但是這個刀位 你要想 跟我們在鑽骨上刀位不一樣 為什麼 我剛才講什麼 因為石頭會崩 這是不一樣 所以你轉變到這 其實有很大的天地可以做 你要做的是刀殼上 這個龜殼上這個崩 就有一點像拿比較細緻一點的石頭 中鋒型刀 中鋒型刀 就是頭尾尖尖的中間 肥一點 但崩的不很多 這是有一點模仿刀殼上的這個 龜殼上的這個刀位 另外一種就是拿脆的石頭 青天石 你中鋒型刀 中間 中間型刀的話 左右會稍微崩嘛 對不對 另外一種呢 講白的就要齊白石似的 很側封的型刀 刀的腳步很大 那跑出來刀的味道是一邊光潔 那一邊什麼 光的比較多 所以你想 從極然的中鋒 到極然的側封好了 我們在柯上用這樣來形成的話 它中間就有很寬廣的光骨 就不理學的職業病 喜歡用這個名稱 從中鋒光潔到恩若 這個就是我們可以做的 在專科部分 你用甲骨的字型 對不對 你去做這樣的表現 奧法表現 再一個 我用甲骨的字型 我不是用刀位的表現 我用漢硬小段也可以吧 可以走 我是用甲骨的字型 所以甲骨錄音 我看你怎麼取詞 我剛才說用我取它的刀位錄音 就有這個光骨了 從極中鋒到極側鋒 你選擇的石頭不同 你會造成不同的效果 另外一個 我只取甲骨的字型 對吧 用甲骨字型 但是我可以用漢硬的排列法 用漢硬的刻法 也可以 另外一個 甲骨文作為書法創作 又來也一樣 我會純然模仿甲骨文上的刀的味道 像老前輩他們常追尋創作 很有這個甲骨文的刻的特色 但是現在我覺得跟他加入的是底墨 因為你又不是真的拿這個來刻 你幹嘛一定要使手說我要有這種味道 對不對 所以我們過去的前輩大部分在這上面琢磨 那是因為過去的前輩有很多是學者兼書法家 他書法家是兼職的 像我重慶的這個董作兵老前輩 他是甲骨的權威 對不對 他大部分在研究 所以他寫字的時間不多 他寫文人字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是他寫的是小卡 他寫大的不多 大的頂多這麼大 我看到他的對點頂多這麼大 所以他用那一種純藍甲骨的味道去寫字的時候 小的時候沒問題 大的時候會產生問題 太薄弱 太宵禁體只會有一點 甚至會有一點太茂芒太多的感覺 所以勢必是要加點墨韻 所以我們就思考 在書法的甲骨唱歌上就可能要加點墨韻 還有在連貫性上面可以用 也許我們說明清恥俗的概念布局 也許用這個比較形書的風味去布局 所以我會發現甲骨 今天來去分享甲骨今天希望說明清的 或者我們臉長各位好朋友們 是不是在這方面可以來思考一下 因為我覺得有點可惜 那個為了要講的思維一點 常要這個少年要強說醜 老年也強說醜 常講烏雲也好 我覺得做甲骨書法 創作跟鑽韻差太少了 很可惜 所以這次陳同平老師請我來跟大家分享 我是滿開心的 我希望說大家知道對這方面怎麼多關注 你們既然喜歡書法也好 創作也好 這方面可能要再多關注一下 假如說你假如需要有什麼資訊 也可以跟我再討論一下 假如以字典來說的話 鑽韻 因為鑽韻字典大家都沒問題 甲骨的字典其實有你可以記載一個劉釗 比較新的 我現在講得比較新的 劉釗 一個金再一個刀子鋪的劉釗 他是上海復旦大學一個年輕的教授 他的甲骨文名稱叫甲骨文編 你記錯的話你應該都可以找到 復旦大學的劉釗 甲骨文編 你要買的話一定要買 假如要新你要買2017年那個徵釘版 因為每一年 每幾年就有一些新的字會修正 所以既然要買藤買那本 但是這一本沒有解釋 他只有幫你截了一些字 但是你想要過癮的話 你要看過癮的話 應該要看四川出版社本 我們買一個叫徐中書 雙人徐 中華的中 舒服的書 徐中書這本書我用了20年 他這本是老書 這個老學者很好 他每一個字他有說字緣 或者那個字跟那個索爾節能大上編的 最重要的是這個字曾經在苦池的哪一個部分出現 他把那個苦池來拉出來 雖然有些字已經修正了 但是他的偉大還是不容置疑 因為他是在30年前的書 他們的錯誤率到目前來看起來有沒有錯誤 有 以現在看起來過三年 錯誤極少 有人在期待你挑 譬如說他有錯誤 我就覺得這個一定有錯誤的 30年的書怎麼可能沒有錯誤 現在都有 他這本書我覺得值得你們去參考 但這本書因為已經二、三十年了 所以要在往後上找 所以現在我們各位同好已經形成共同的敵人 你今天回去要趕快找 因為數量不多 我想找到機會不多 所以你卡住要卡定點 這個另外一本書 還有一個是陳中坤 就是我們台灣的學者 但是他這本書也是在大陸出的 他好像這本 另外這本書就好像有兩側跟三側 陳中坤 他本來在慧翁堂有拍一份 甲骨特化也沒有拍 他的字典就比較龐雜 有時候就太多了 好像有點研究性 所以這本你參考就好 一個比較貴 也不容易買到 他的字還多 他是一種字庫 所以也許用的機會不多 例如說有一個 例如說一二三的三 他練跑了好多三 因為每一片上面的三其實大同小異 所以這本書你也可以參考一下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假如 你要現在要用的話就是劉昭這本而已 再配上徐中書我覺得應該差不多 等於怎麼用字 怎麼這個我等於在拋空裡面我們再來聊 基本上我想 而假如本他的特色其實為什麼會很 令我著迷 其實說實在簡單 說實在理由很簡單 因為我已經講完了 因為他的理由就是簡單 單純 質譜 因為你想的話文字一定是越來越複雜 對 以書法來講的話 楷書非常複雜 對 楷書比較複雜 但你再往前一點 歷書是比較單純一點 基本上那個蠶頭燕尾 所以學歷書學個什麼幾年之後 你會感覺還滿像樣的 就比方每個人都蠶頭燕尾一下 劇一下對不對 排列整體 感覺也滿不錯的 因為楷書最難對不對 歷書又稍微簡單一點 ㄟ 蕩鑽 蕩鑽又稍微簡單一點 你看看我們有看很渾厚 好像說實在也沒有什麼明顯的批法 假如按照這樣的推理 水道最簡單應該是什麼 甲骨 所以甲骨它很單純 所以這個單純反而是不簡單 所以我們在做甲骨創作的時候 你怎麼把東西丟掉 除非你是有想法想要做一種 有變化的創作 否則的話你假如要做甲骨風味的 就要取行單純 把一些東西丟掉 越單純越好 這是我覺得 我體會到 因為單純 所以你做起來會輕鬆 因為做起來輕鬆 現在流行話的時候很有療癒 不管寫蘇瓦芽 賺荷藥 比較輕鬆 比較有療癒一點 再來 這個我們講 我剛才一直講 甲骨這個特色 跟鑽書其實是一樣 我們再相對 在鑽書的大家裡面 小鑽 對不對 後面輕鑽 又加一個比莫情侶經濟的輕鑽 小鑽 在前面 楚國書也好 藏國文字也好 經文也好 再過來 甲骨 在這個系統裡面 相對起來 甲骨是最單純的 但相反的 有些好朋友或學生常問說 老師啊 鑽書鑽書 什麼是鑽書 簡單說 鑽書就是骨文字系統 所以你在以整個文字這個大條平台來說 鑽書當然是最單純的 因為單純 不但單純 而且這個鑽書發展過程中 為了要硬化 所以它可以伸縮 對不對 還有一個可以增減 甲骨就有這個特色 但甲骨文可以伸 縮比較難 因為甲骨的字都偏長 扁的字比較少 但是甲骨的增減 等下我用例子來看 增減非常多 因為它可以增減 而且甲骨寫的大小又不一定一樣 賠正其大小 正的也好 看歪的也好 所以它的自由度大 自由度大基本上就產生這個什麼 藝術性高 你自由度大可以依照你的想法律做變化 而鎧書因為法則性高的關係 你不能說它沒有藝術性 但畢竟它的自由度變小 藝術性說起來就變少一點 所以我說甲骨 其實我說甲骨是作為傳書的一部分 你來看 它又在傳書裡面是更單純 等一下我們就用我們的POWER跟大家介紹一下 到目前為止 有沒有好朋友有什麼意見 或有什麼想好分享 或有什麼想問的嗎 我們可以評論一下下 你假如覺得跟甲骨有關係的 有沒有 請說 好 謝謝你 想要請教師 請教師 教師 看 出品的 如果能夠 出品的 就是 像是 當地的味道 然後 在公司上 你去點個別的 我不用 它有這個重點 就是 當 滿不全的 就是 當地的 可是 就是那個味道 其實這個問題我們講說 不管是用加本來寫字刻章 其實最大問題就是不要想太多 就刻了就寫 因為它太單純了 所以常常有朋友就有一個例子說 老師這個寫要怎樣 這樣好嗎 這樣不好 用那個什麼筆怎樣好 都不要管 就拿進筆來 什麼筆法都不要有 就寫就好了 寫不好我們再調整 你就放鬆寫 真的加本就是這樣 你就放鬆寫就對了 為什麼我剛才講 因為它真的太簡單 大家真的想太多 所以我常常希望鼓勵好朋友多來加本書 順便我也稍微廣告一下 因為這樣 所以去年我們有成立一個中華加本藝術協會 我們不叫學會的意思是說 我們希望它是用藝術為切入點 而加本表現最好的兩個藝術表現的話 當然就是舒瓦跟鑽哥 對不對 所以希望各位舒瓦跟鑽哥好朋友 多支持我們來參加我們中華加本藝術協會 做個廣告 那個俊成他也很辛苦 他是現在藝術長 你交兩千塊好像不能退了嗎 他還很認真才報了三天 你們交兩千塊對不對 不是第三天可以退嗎 因為明天我們在西樓辦一個也大概三十幾個人的 假本的演習活動 一天六小時 他當然要過去 對不對 所以他就寧可犧牲兩千塊 但是他又很認真來參加這兩天 精神可教 給他鼓勵一下吧 好吧 這樣我就用康哥來講 到時候有問題我再提出來 一起討論吧 好 這個氣剛才講 這個氣象萬圈這個氣 因為甲骨也是刻在這上面 所以我們叫甲骨紋是用材質來命名 那氣是用什麼 工具 因為你刻在甲骨紋或瘦骨上面 甲骨跟瘦骨上面 所以我叫做氣象萬圈 來 我的外號叫路人甲 這個外號是去前幾年在台南展覽的時候想到的 所以我現在就叫路人甲 人家後來想想還蠻得意的 人家說路老師你要展覽你的主標題沒有 我後來就用路人甲這個沒有路人甲 但是實際上這個要講還告訴你就是說 書來也好 鑽課也好 腳滾也好 其實很多人過門而不入 那個叫路人甲路人理論 我很希望很多這些路人甲路人也進入我們真正的藝術練堂來 所以我叫路人甲 甲骨是一個成熟卻未穩定的文字 充滿了很多自由度 先講成熟 甲骨為什麼成熟 因為甲骨在120年前 去年是發現甲骨120年周年慶 在120年開始發現了 研究了這120年對不對 甲骨的字型大概有幾個 在13萬龜甲片上 都碎片了 這一碎片上面 共整理出來大概4000多到5000多個字型 對 這就很妙了 你在商朝的晚期 這批文字是商朝晚期 我們稱為陰商 在晚期這273年用的文字 結果到目前為止 在商朝的早期 更不用說下朝 竟然還沒找到像樣的文字 都是很簡單的那個陶科 大概符號型的陶科大概就20個 頂多四五十個 竟然在這個時候 離現在大概3300年的這一段期間 竟然有大概5000個字 所以它當然是成熟文字 有沒有可能突然兩三年就蹦出這些文字 不可能 所以只不過還沒找到 所以我們很期盼能夠找到 再前面的文字 它不得了 而這5000多個字 經過這120年來的這個我們的研究 大概有1500個字可用 寬鬆的說1800、2000 嚴格的不得了的學者就說 只有1200個字是對的 但是我取義中 大概我就想大概1500個字左右 好 所以我說它是成熟的 但未穩定的文字 因為它未穩定 所以它的偏旁沒有固定 甚至有些偏旁可以用相似的偏旁取代 甚至左右可以互換 所以它沒有穩定 沒有形成一個很嚴格的制度 所以我說它是未穩定 就是因為這樣它充滿很多自由度 有自由度的東西 我們就可以再加入我們自己的看法 我們自己的創作手法 所以我就說它的藝術性當然很高 因為自由度 所以往起來當然就比較開心 所以我剛才見到我是到物理系畢業的 我也沒有去讀說的時候 所以說實在的我今天來分享 是用一個比較輕鬆的立場來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用的是一種比較輕鬆的 所以我一直覺得三十幾年來 我玩得越玩越開心了 來 然後第一個 假如很開心我歸納很像型 跟小朋友想要講說很可愛 對不對 它就真的就有點畫畫的性質 你看這個字是什麼字 車嘛 兩個輪子嘛 有個車頂帶嘛 為什麼不一定能坐車都統治階級啊 統治階級沒有坐隨便的車子啊 哇都很滑貴 像騎死王那個挖出來那個通馬車 兩個輪胎 那兩個輪胎怎麼有一點像這三角按法 那是因為刀科的 所以甲骨文它有這個形狀就是它的特色 之後開始就比較偏遠 所以甲骨文起來很有特色 結果我剛才講的荒性很品質 因為刀科的味道 所以我表現這樣 一看就是甲骨的車 這個字呢 藝哪個藝 藝想天開的藝 對不對 我們現在的字幕上面還有一個鐵 那個藝什麼意思 就這樣嘛 一個人戴著面具啊 在跳舞嘛 到現在西藏不是還有帶一個 看起來還是滿真靈的喔 那種帶舞蹈對不對 在做祈福的儀式的時候就在跳 金剛舞什麼的對不對 就那個字嘛 所以一你看國名就是一個人 戴著面具帶跳舞 他跳到幹嘛 屈吉避凶祈福 對吧 而這個人一旦屈吉避凶的典禮做過 然後跳完舞之後 開始他講話了 他就不是人喔 他當然不是人 他是神 所以我現在我明天講基避 他代表上天在講話 所以這個字我就說是 他就特意人事 所以就轉意 所以我們常講文字所以有說 他是有一個基本 比如說生活裡面可以碰到的情況去造字 他們過去的這個祭典很多 洞洞 其實我們現在鄉下也蠻多的 像我家昨天就有那個什麼銀子摸什麼神的 就在那邊跳舞嘛 所以他們就從本意就是戴著面具跳舞 然後女生呢 因為他戴著面具跳是代表上天在傳達旨意 所以他是特意的人 然後再轉意 你是男生 你是女生對不對 你們兩個不一樣相意 是這樣一直轉的 但基本上他是一個很象形的文字 很象形的把它給表現出來 這個 齒 這個 蛀牙 這不是我發明的喔 假如就真的有這個字喔 齒 那這個是什麼 這該缺一根牙齒對不對 還是蛀蟲啊 有沒有看到有隻蛀蟲在那邊 對啊 那個句子我用的時候 你指下他們看那邊的人就比較自然 就不一定要看那邊 好 因為我這邊指這邊嘛 我看那邊的人要看那邊嘛 你媽媽指一下 對啊 那你看 假如竟然有這個可愛的字啊 不是我照的啦 這個我們先翻譯成齒齒的齒 一個齒是一個大語的語 欸不錯喔 你是很有畫圖的情緒 就像畫畫一樣 好 再來 好 看我的創作 那是因為 為什麼要一大小 你就喜歡看到那個太小啊 因為我的那個 因為我所有電腦都不會啦 都是竣神他們幫我做的 我基本上沒有摸過電腦 所以這個都別幫我做 結果他從那個什麼 我的圖片我給他的 是LINE給他的圖表 他說我的圖片擋得太小 所以他只好做一個小做一個大的 大的是你給他看一下大概他規模 按照你想要看機要輕輕一點 就看小的齁 什麼字 老鹿之眼 老鹿之眼 這個鹿沒有話說的 我都常介紹 這個鹿是一樣最可愛的動物嗎 贊成嗎 謝謝捧場 再介紹 畢竟鹿 因為有部分認識我了 以免夏克再誤我 因為回答了幾千次了 有點煩了 這是真實性命 你嚇得不要再問了 我這一輩子中不曉得被問了幾千次 如何的時候 陳老師可以證明真實性 進程也可以證明 這個鹿很像型嗎 雞腳 對不對 老就一個人頭好長長的 看他這是什麼 擺帳 一個老人的樣子 我用這個借格 我用一個類似的這個 這是用情硬的方式 情硬的我們把字打成借格 變成田字格 變成字字格 對不對 我把它打個鴿子 我用情硬的那個方式 它裡面是腳 它很像型 你看 來 來 五啊 這我選一道 龍兄虎弟 看出來 這是老虎啊 有八文喔 老虎啊 欸 假如這字虎這邊變成一個疙瘩一個疙瘩 畫三個圈 那請問什麼字 那就是豹嘛 我們不是講心情豹嗎 那講本有這個字喔 豹尾龍 欸 旁邊那隻龍嘛 頭大大的身體一彎曲 對不對 龍兄虎弟 是畫圖的心子耶 欸 這我做的喔 你不要以為小朋友課的 來 再來 不玩笑 原來裡面都知道原來看有大麻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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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幫忙做的應該要不要寫才在看 應該讓你們猜嘛齁 結果我感覺奇怪你們齁 而且我在問的時候 好像很多人抱著一種眼神 因為都看不到你們嘴巴 一種不屑的眼神 都在看 為什麼一直問 那以後的有經驗 只要幫我做這個performance 這應該要讓你猜一個 這樣 外 外有個 外是一隻蝎子 毒蝎子的樣子 身體 兩個 熬腳 身體常常有一個正在這裡 像 像 鼻子長長的 身體大大的 像嘛 這個像像不像 像嘛 像的像嘛 對不對 外像 你看這畫畫的味道 我一樣加了一個形式就是什麼 那我加個雅字邊 在經驗裡面不是常會有這個雅字邊 我加這個形式進去 有時候這個 因為它不是漢音這樣滿白 所以有時候怕太活潑的字 它會閃掉 所以有時候我就加個框 這個框我們再做一點小變化 就加個雅字框 就補形的那個雅字框 來 第二個特色 甲骨給我們很好用的特性是什麼呢 字型尚未完全固定 長 一字多形 那就可以隨我們喜歡怎麼畫就怎麼畫 基本原則守住了 你用很大的創作空間 好 這個字沒寫了 終於沒寫了 請歡迎 水 水 車 車 車水 水 車水 很好 這個字是鳳凰的鳳 很高貴的鳥 通常在地也代表風雨的風 因為風不好造字 那時候就假見 鳳凰的鳳也代表風雨的風 所以講鳳凰的鳳不太合理 應該是風對不對 風 鼓 怕夠 這邊是一個鼓嘛 這邊常常叫棒槌 敲敲敲敲 鼓 鼓的鼓 風 鼓 鼓 鼓 風 鼓 這個是我們中國才有的文字遊戲 所以我們快點字 水 車 水 車 車 水 風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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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 你看甲滾其實也很好 很好混的 你就教學生就教兩個字就可以了 就可以做創作了 而且好像蠻像樣的大的創作 水 是沒有固定 一字多形 因為你只要表達出來 一個河川有水在流的樣子 向左向右也可以 所以就給你有很多創作東西 我在這裡面 我故意是找這個寵物的句子來做的 通常我們很不喜歡找寵物句子 要表達會變成很呆板 沒有變化 但甲滾就常常我很喜歡找這種寵物的 很過癮 再過來 車子 有好幾種車子 對不對 風 你既然代表縫好像縫 向左向右無所謂 羽毛多一根少一根也無所謂 請問你羽毛為什麼要多畫一根 當然不是萬七八糟加的 有時候老師說隨便 不是隨便 你多畫羽毛是因為你認為畫羽毛多好看 還是有關係 隨地不是隨便 那你為什麼這時候羽毛篩少一點 我覺得這個太緊了 我要空一點 它流很大的空間給你創作 你的一面面篩很滿了 你就找一個縫 縫 縫 語畫最簡單的 或者你少掉幾根羽毛 意思一下就可以了 這樣 五 你覺得向左向右好看 由你決定 它可以左右 哪有說向左邊叫縫 黃的縫 向右邊就叫黃 那個怎麼可能會這樣 向左是女生向右變藍的 沒有沒有 沒這麼複雜 誰過去問這個問題 都要回幾個腳步的馬 向左是馬 向右 大人班常常會停10秒鐘回答 小孩子班大概1秒鐘回答 因為大人想太多了 自由度大 所以你看這個就可以 一樣這個在你的印章畫面 就可以比較有伸縮的空間 來 revolves 大象出來了 向左 向右都可以 但這個不是像 有像的話有一隻手 有所作為的偽 所以要注意 有時候都會撒掉這隻手 我的左 WIL 是迴我 rez 這樣很多變化 腳本裡面的我是一個巨型的 有巨子造的武器 有沒有 所以它有 你只要表現出這個基本的造型 其實在腳本裡面就有很多變化 也不是我變化 是古人就有這樣的變化 還沒定型 而且像左相右什麼 他大概也可以換一下 我之為我 自有我在 這個我也常用這個來自我勉勵 來 也無風雨 也無情 有沒有 兩個 也最簡單的 最起碼 我可以顛倒一下嗎 雨 腳你覺得那個地方還風雨怎麼辦 就再加幾點 對 腳那個不要再加太多 現在我這個水災很嚴重 有人就想加太多很多 就說 既然老師說可以隨便加 我說不是隨便加 畫面 因為我們營造的 我們還是叫視覺藝術 我是覺得畫面好看 所以你的作為都是為了美 對吧 好 也無風雨 也無情 這個是死亡的王 在古時候裡面王就是武的意思 好 來 風雪千山 你看這個風是跟剛才用太一樣 對吧 那個羽毛的構型 反正椅子要嘛 反正鳳毛 有頭冠 很刀櫃嘛 有羽毛 有長長的尾巴 對吧 你就給我了 再來 這兩個姊妹請我刻一張 都有美 對不對 美可以畫一下 美上面就一個仰角 這刻得比較完整 就像這樣刻嘛 有時候我也要簡單 所以文字的在 文字的剃片過程中 當然就是這兩個一直在糾纏 兩個在糾纏 一個實用性 我喜歡越簡單越好 但是越簡單之後又有一些人就認為說 如果要漂亮一點 不能吃簡單 所以一下要使用 一下要美觀 所以在那邊糾結 所以產生這麼多的文化資產 是因為這樣來 好 再來 另外 腳很特性三的時候 剛才講嘛 它是七顆而成 你既然要刻甲骨的一張 那你當然就是刀位要多一點 要載清那個刀位出來 對 它的刀位一切 來 這個 十一像這個刀位 我這個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萬物 這個英文也很好 道指面的句子 但這種字 說實在 刻這種印章 這個有一個小小建議 你這個跟客戶拿論例的時候 千萬不要用字 以字即將有一點不太厚道 一二三 有沒有 你還用字數去算 我覺得這樣不太厚道 太好賺了 然後我看這個刀位 旗子跟甲骨味道的旗我已經轉化了 我這個是用甲骨的字型 很純染的字型 甲骨的生就這樣 一根草在地皮面生出來 一就一橫 二就二橫 三就三橫 剛才的萬是蝎子也對 完全甲骨的字型 跟金文不太一樣 但是我的刀位 其實我展現有沒有 這側鋒多一點 我刀子拿的再偏一點 其實側鋒多 就跑著這個斑骨 甲骨這麼斑骨這樣很少 甲骨沒有這麼脆 好 來 另外俞秋也寫的是文化糊女 對不對 奧衛寫的是文藝 我們做藝術也有時候也蠻辛苦的 文藝 骨柳 刀位 刀的味道 刀的味道 因為它是一刀一刀刻的 所以有時候它的連結 或者因為使用 因為它刻多要求快 所以它在每一個刀 每一個比划跟比划之間 有時候沒有這麼精準的對接 這個跟我們鑽課裡面的所謂留刀 我留一下 不一定要每個都接得這麼寒 來 來 出現我們先不等一張 因為正好它這個劍有小紋 所以就用小紋幫他當的味道 好 再來 再來 第四個特性 是任期大小 它的比划跟幾乎很像 比划大多的 很大很大 比划少得很小很小 這個蠻有趣的 正一相接 有的腳本正 有的歪 所以我們現在 我說 尤其是國小或國中老師退休 他們就很規矩 常常一寫歪 就很痛苦了 我就常講 你寫正不一定好看 你的寫字這麼正很大 反不一定好看 寫歪不一定不好看 對不對 所以我們常常認為說 歪了以後會心裡不太好 其實你去看古文字 甲骨 它本來就是正的 歪的 正的歪的 甲骨說實在的 也不是他刻意要做的 就那骨頭有時候不夠平坦 不過平坦 它這個就是歪了之類的 反而給我一個人起字 原來不一定要止 我們有時候不要太把自己的美學觀念 固定在同的部分 好 正之前也蠻有趣的 貓頭音啊 觀 用貓頭音代表觀 你看多有智慧 兩個眼睛 下面一個錐 這個眉毛 聽其言 觀其行 來 以側 有的互相穿插一下 它可以大大小小 再來 好 風 時雨 歲樂 年風 你看我普通的夾的雨就到這裡 我這裡加幾點 我覺得加幾點好 假如各位覺得不以為 有可能 你覺得我就是那個要留白 玉樹不能惡芬嘛 也許我這樣還不錯看 你那樣啃也不錯看 都有可能 重點是它有留給你很大的創作空間 來 天下回風 這是去年漢字藝術節的這個條件 這因為在國慶紀念館展的時候 我就刻這個是天下回風 那這邊用來是鼓喜的味道 你看變態是鼓喜 來 逢喜見福 這個我就還刻意加一些刀 刀的味道往下再加強一下 來 文字藍 來 是可大可小 它歪一點無所謂啊 歪一點 它就很自然 因為有些文字歪不一定好看 確實 但家庭也覺得很有趣 它怎麼歪 尤其你 我常在跟好朋友講 你寫腳趾那個樂 絕對不能寫正 因為要樂歪了 對 所以我常叫學生練習 你把樂就寫歪歪 因為大部分的人歪過了 所以學生剛出學戰略的時候常講 老師我刻歪了 我都說我刻不歪好痛苦 刻不歪才痛苦你知道嗎 對吧 大家都認為說刻歪了 刻歪了很容易 刻證比較難寫不見了 有些有時候你想刻歪 刻不出來很痛苦 就好像寫字你寫已經記錄很好 所以為什麼一定會有很多人用長風也很好 就不要控制這麼好 要找那個前去 然後為什麼筆板要拿這麼長 也不是炫技 有時候是真的不想 它控制度這麼好 來 好 另外 最後一個單一小單 我再講 甲骨人的用字 甲骨人我講的它很多優點 對 但甲骨人有一個限制 它畢竟字數很少 1500百字怎麼用 對 所以以我來對甲骨比較熟的話 我什麼距離可以寫也書 什麼字 句子可以寫 可以刻章 因為我比較熟 我當然一看我就知道 這個句子裡面有80%甲骨人 我就可以做創作 對 它講你們不熟知道怎樣 多查字典 對 你也不要硬是說 我就是要甲骨人可以 我覺得也稍微太難為你了 十個字裡面只有三個字甲骨人 那你硬是要用甲骨人就沒有意義了 你乾脆就用其他字裡去表現 所以我大概會七成以上甲骨人 我就會做書跟傳歌唱作 剩下那些怎麼做呢 第一個很簡單 用偏旁的組合 對 像是文藝符呂 甲骨人裡面只有古時候的古沒有符 所以 但是也有草字幕 我就把它拼湊 所以這個字其實是甲骨裡面兩個字拼湊起來 這樣合理 對不對 這個不要太局限在這裡 我常常覺得我們在做創作的時候 要參考學者 但是千萬不能被學者嚇到 學者一說這個字絕對不可以 大概完蛋了 我常常講創作跟學術研究 學術研究的誤差要趨近領 他們想要領 但藝術創作可能要誤差 大一點 所以我一次我專門到政大去進一個 大陸來的專家演講 有一個台北的好朋友 這麼好朋友 說 哪個碰到你 我告訴你我很苦惱 他就拿一個字給我看 他說這個頂級專家A說這個字怎樣 B又說這個字怎麼樣 他說他很苦惱 如果老師你認為呢 我說認為說苦惱 我們終於可以亂寫了 連專家他不確定你幹嘛要這麼在意 所以你這裡面是有一個小小錯誤不確定 不要太在意 你要看的是你的刀法 彰法 簡單來說你的美感 當你沒有美感的時候 就不要再講那些字正確不正確了 對吧 所以這可以稍微留點餘地 不要這麼在意 因為跟有的大陸朋友 專家我那真的 看到你開始就說 陸先生你這個字好不行 這個是不行 我就講這個字 我應該哪一本字裡面有什麼 我心裡在想說你也沒有講這個寫的好不好 特的好不好 我的部群哪也不好啊 就在講那個字 對不對 對 我就一直在找我的那個錯誤字 來 這個道有沒有 道在甲骨裡面有一個道字 十日入口 你可以寫一個人 很多書法界的人寫甲骨都用那個當道 他說一個人在十日入口 在幹嘛 找道路的正確方向 很合理 很多人用 找你要回家的路 引申為我們人世之間 要有一個規則 道理 再引申這個宇宙的大道 道可道 非常大 他是這樣的 很合理 但雖然很合理的這個字 我看了很多專業的研究 很多學者還是指引 不認為那個就可以翻譯成 我們現在在道底的道 但是我有時候就用那個 這時候我用這個道 會用這個道 這個道是比較偏的 經文裡面就出現那個道 他在一個 有時候這個十日入口 我會把它簡化 這個不要 這邊我們現在雙人旁 他用一個手 有沒有 手機的手 經文裡面就有這個道 這個我就是用拼湊 用那個型 把那個經文的拼湊起來 假如裡面也沒有剪 我也是拼湊起來 拼湊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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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有時候可以用這個方式去造字 來 正如農工 日夜失之 對不對 這個正 我也是拼湊的 撲布 只要有這個撲布 只要有這個撲布 樹枝有鞭策 驅趕的意思 所以教育的教 校左的校 這個都要經過驅趕 督促 這些事都有鋪布 所以我又把正跟鋪布合起來 變成這個正字的正 其他詩也是拼湊的 所以這幾個字裡面有兩個字拼湊 在外還有一個就是將鋪文小段甲骨化 其實鋪文跟甲骨有一個重疊的區間 就是商朝這273年 商朝晚期叫殷商有273年 在這個時期就開始有鑄造青銅器 但是一開始鑄造青銅器上面的明文非常簡單 甚至只有一個類似LOGO的東西 一個符號 文字符號系的東西 然後慢慢的越來越字越來越多 在這個有一個交接 其實甲骨的時期 大家不要互以為 甲骨的時候就全部都甲骨 甲骨我們說它是用在哪裡 都撲掛 撲問 重大的事情 出征打獵 黃沫生小孩 作惡夢這個也算大事情 黃沫生一直作惡夢這個也算大事情 這一類去撲問 所以不見得什麼事都會用甲骨記錄 所以那個時候的文字實體 最起碼一個用甲骨 一個用經文 還有一個用什麼 最多應該用竹檢 那個時候已經開始用竹檢了 所以我們說在那個時期竹檢因為全部朽壞 沒有挖到任何商朝的竹檢 但是經文有 不過經文 商朝經文再過來 經商朝被周給滅了 周朝一開始 大概研習商朝的制度很多 所以那時候還普掛 還普掛 那時候的經文跟商朝經文 當然會有很多相似的東西 所以我們可以用商朝經文或周 尤其是七義咲的經文 把它比較厚重 文厚 比較偏圓的這個字 把它轉變成甲骨文偏方 偏細 偏靜體一點的字 這個我們叫甲骨化 既然那個時代是重疊 顯然它的字型是可以這樣用的 好 所以我們說把經文甲骨化 但是想真的不行了 謙卑你這十個字 解決了九個字 小轉也可以 也可以 但是這個就要經過經驗慢慢去做的 萬一這十個字人家挑不出來哪一個 是甲骨的時候你就成功了 對 我相信這個大部分也有 像我們現在講說 例如說你用中商王 意思是要用中商王寫個文章寫個句子 難免中商王 那裡面有沒有的字 所以也可以用巧斷去變 好 再來 你看喔 像這個也是 這個 這個就沒有 用鑽術來的 薄就沒有 薄 對不對 那現在是用鑽術 把甲骨化 因為甲骨的十的比喚就這樣寫 然後薄 尾巴的 本來用甲骨刀跟異味 對不對 蒼跟甲骨的味道 然後鑽一樣 鑽這個泉水泉有 甲骨有 那葉子布一樣我把它甲骨化 來 甲骨沒有這個車啦 沒有這個車 轟轟這個車 三個車 我也是用傳書 把甲骨化 因為甲骨裡面的車輪胎都是類似三角換彈這樣 靈晴換彈 因為它刻的啊 你圓的怎麼刻 小小的一個字 你要圓的不好刻 所以都會把圓的變反 像太陽 本來圓的 在甲骨裡面 你看都變成方了 對 再點一點 所以這個就要甲骨化 把它融合在裡面 希望它整個看起來是有甲骨的風格 好 所以我先做個總結 甲骨的特色有這四個 抓住這個特性 抓住這個特性做出來 你的印章就會有甲骨味道 還有一個最重要 因為這四個特性 你會用起來久了 你會覺得很自由 這個很自由很有趣的 然後你腳在這個甲骨鑽隔上用字 推甲骨就是覺得可以適合用這兩個方法 應該都沒有大問題 這個比起有些書法狀態界太嚴格 你自己把自己鎖死 我覺得有點可惜 像尤其包括大陸有一些傳統學生說 甲骨沒有這絕對不可以 絕對絕對不可以 像骨時候的骨跟顧式的骨對不對 甲骨裡面只有骨時候的骨 沒有顧式的骨 所以他譬如說你不能用故式的骨叫骨骨 所以我說 我講一篇文章 古人 虛子 黃賀龍 對不對 請問你 你講不講這一篇詩詞 你怎麼知道你寫是古人還是顧人 為什麼要這樣 你就把骨骨放上去就好 因為你不能用所謂一百個句子裡面 只要這個字不能用 這個字不能用 好多好句 你都不能寫 不能刻啊 我只要把這個標準放鬆一點 這個誤差變大一點 我可以多刻好多字 所以因為這樣我集了甲骨的字 我大概集了五百多個以上 鑽課也大概可以刻到五百多個以上 只要比它沒標準 大概一下降低了 這五百個句子一下就變五十個句子可以寫 鑽課可能剩三十個給刻的 我們在藝術跟學術我覺得還是有點差別 其實我還有一個跟大家共演就是說 寫字也好 課章也好 都一定要快樂 我的嚴肅 我的辛苦也要 但是整體說起來要快樂的寫字可擋 對不對 像我們的陳老師一樣 心寬體胖 你看他就這樣 從我三十年前看到他的感覺就是這樣 所以今天來這個很感動 剛才講到跟這個史德法師的姻緣 三十幾年前跟這個陳老師 還有林書穎老師他們的姻緣 然後再加上跟大家這個都是同好 可以聚在這一系這裡的姻緣 很開心 對甲骨這個印象有沒有問題 或者你私下誤我 或者跟我結交成LINE跟臉書 都可以 只要你跟加入有一些問題 可以跟我討論 我大概就會這三個 臉書跟LINE跟微信 這三個救了我 否則我就被時代淘汰掉了 還有嗎 幾個 請說 老師請教一下 例如說我們在查那個加固文的自然 那有時候會以高清理的評測 是蘸佛時期的意思 那我們在選用的時候 是要以歷史發展進去維尤性去選用嗎 還是說可以評測 你的意思是說你要刻一個甲骨的印章的意思 或是是創作的時候 這倒無所謂 你看你設定 因為我想設定的是經文 因為簡單的區文 經文以後字就偏遠 比較多 傳輸系統 在甲骨的時候偏方 就看你假如想要做甲骨文 或者我們不要講假 有時候講甲骨 像說裡面絕對要很精確的 我常常講 我們是做甲骨文異性的鑽科或書法創作 這樣可能就比較不要沒有問題 不然有一兩字覺得有一兩字沒有 那你就找字典面的經文或漲骨文字去取代 但是你就是要做一個甲骨的印章 因為有一批學有很多學者現在在做 其實甲骨有很多沒辦法解答對不對 其實我們竟然在漲骨時期很多 例如楚系文字也好 齊系文字也好 會發現到有一點甲骨文的留下來的一些蛛絲馬跡 所以有一批學者是從漲骨時期的文字去拆甲骨 所以我覺得漲骨時期的文字也好 或西周時期的甲骨文字也好 但文字也好是可以把這個甲骨硬化處理 還有嗎 我這個交給陳老師了 來 謝謝各位 謝謝